因為我發現比較暗的影像 所以我發現影像稍微暗了一點點 我發現影像稍微暗了一點點 我發現影像稍微暗了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直接拿我們的 因為我發現影像用肉眼看就看到暗了一點點 我想要看到底暗了多少 有沒有其他的顏色變化呢 所以我們就直接拿出我們的光譜儀 我們就把我們的濾鏡剛好放到我們的光譜儀前面 這個大小是剛剛好可以覆蓋整個光譜儀上面的頭 所以我們就來測量幾組數字 就是我們測的一個是原始光源 就是我們原本的光源的光譜 到底長怎麼樣 我們另外兩組就是測了一個新的低通濾鏡 跟我們原本的低通濾鏡到底差別多少 所以我們有數字來跟大家分享 好嗎 我們現在的光譜會到了